大家好 你好 我是小花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影片呢 是关于我们的这个玄仓仙子的大叔 嘉典的思路网 灵日资质最高的零售没有之一哦 在梦幻新出生手游中 要是问灵日资质最高的零售是哪个呢 那必然就是玄仓仙子无以后 灵日资质最高可以洗到1638 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资质哦 可以到我们的1638是洗到的部分来最低 那个是变异后的 好 要比75级的珍售淫尔和85级的珍售 寒霜线路的这个1606的资质还要高哦 所以有条件的话可以培养一只单把的部分 那么我们的玄仓仙子应该要怎么培养呢 在跟大家分享打叔加点思路跟详细的部分的时候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它其实有一点像盈利额的状态 对 它走单把流啊 电锡伤害 它落伙好 对 它又落伙了 我们的盈利额之前它是落冰的部分 它是落伙 落伙就很怕分享无打哦 这个就是非常明确的状态了 好 我们再看一下几个 我们在95级当中呢 嗯 我的那一只清点的 咦 咦 应该要得知哦 之外就是我们的飞天 它的基本的这个领域真的是1669 大家看到吗 就是95级它只多3821 但是我们的飞天 就是也是只是多31而已 所以在培养上面来说 毕竟85成到95 要蛮长的一段时间 所以我们要培养单法流的话 玄奖仙子就是能代替 因令儿更好的宠物 当然了 我因令儿用得好好 换玄奖仙子干什么 不没有啦 他是法工更高嘛 好我们玄奖仙子的亲和的部分 是天生清电落火 PVP中可以克制罗刹女 克制罗刹女 罗刹女是谁 这一个 罗刹女是这个 就是说我们的千素宝宝 因为他是弱点的 他有没有看到 他的伤害 他加10 他扣10 加起来就是20% 这个伤害是还蛮高的 好 那我们的这个 还有浮屠金刚 来浮屠金刚 其实我们之前是没有配 看一下 浮屠金刚的部分 我们好像是没有培养浮屠金刚吧 好太遥远了 太遥远 太遥远了 浮屠金刚 太遥远了 记不住了 好了 那个我们的这个 玄奖仙子的部分呢 是可以的 然后但是同时也被 巴胸研磨 跟雪凤凰克制 来巴胸研磨 这一支 就是我们的那个 席大药王之一 打他真的 我让我们 那个 那个 把那个 焚香骨 真的很难打 然后还被雪凤凰克制 你有看到吗 因为落火嘛 这两个都火系了 他就被火系了 应该说他被火系的控制 然后电系属性 如果配合青鱼门角色 使用更加 所以这又是适合我的宝宝 好 玄奏仙子的打出推荐 是慧眼单法流 首先高级慧眼 高级症状 高级宠身 高级法莲 高级电系清合 高级法宝 加雷吉 一般来说宠物的法防 都相对比较低 只要优先攻击 对面的物理宝宝 那么清合的收益 是比法圈要高的 这种打四四入 尤其是在PVP中 非常的好用 对面如果首发千速的话 一般两只单法 一回合就能清理掉了 除非触发宠神啊 如果只使出四季人的话 不建议做慧眼的宝宝 还一种是暴力单法流 法高级法穿 高级症状 高级重生 高级法莲 高级电系清合 高级法宝 雷吉 相当于把慧眼 替换成了法穿 虽然无法攻击隐身单位 但是对于其他单位 伤害更高了 如果没有洗出五季人的话 可以考虑就要法穿 或者电速清合 电系清合舍弃掉 下面说暴力群法流 高级法穿 加高级症状 或高级疾心 高级重生 高级法莲 高级电系清合 高级法宝 加雷霆文君 这一套的打素失落 除了健壮和重生 增强生存能力失怀 其余技能 全部是增加输出的 群法的宝宝 主要用于日常 和PVE的玩法中 PVP的玩法中 不推荐使用 如果洗不出五技能 可以考虑加重生 或者法穿 舍弃掉 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这个 没有重生的宝宝来说 比如说我的英令儿 我的英令儿它是完全没有重生的 因为毕竟我没有洗出来 所以呢 我的 而且包括我的法莲 刚好是在链子上面 因为也没有适合的链子 刚好洗到了高级的慧炎 然后加法莲 所以我就使用了它 别看 我是这样的状态 它打出来真的很痛 你看它的法工 也没有特别的高 只有九五一 我已经要往上喂了 因为当时洗的时候 字质真的没有洗到 特别极端 觉得大概就好了 然后呢 给它喂一些吃的 然后我用了高级政党 然后高级的法报 高级的法穿 然后火炎 还有这个部分 加上它的弹弓 其实这样就非常痛了 就像我这个攻击 法工还不是非常高 才九百五十一的状态 我曾经打过一只 就是 就是法防比较低的 真的暴击暴除 四千七百多 我真的吓到 所以呢 这个在后期 大家忍守一只英令儿的时候 尤其到八十五级的时候 大家如果 这个英令儿的部分 还没有拿到的 应该概率比较低啊 然后大家既然 人手一只 还要养第二只的话 我觉得那个就是 大家把高级重生 这个东西废掉 我觉得没有关系 因为它的出场 就是为了 快速收到对面的 几个宝宝 尤其是隐身的 尤其法防地的宝宝啊 快速收到代表就是 它们少了一个人 我们本来十对十嘛 然后你看到它宝宝 可能就是十对吧 或是十对七 是不是效果很好 所以大家对于重生 在我们这种 拜场上 本来只会站 很短回合的宝宝当中 不要去纠结重生 这件事情 毕竟重生的数 还真的蛮贵的 好 下面来说一下 我们的这个 打数加点的 这个加点的思路啊 那我们的慧眼单法疗 推荐703体 或者702体 一米的加点 在保证自身 生存能力的同时 尽可能提高伤害 同时尽可能 保证速度的优势啊 那暴力单法疗 是推荐802体 或者702体 一米的加点 适当补充一点 生存能力 尽可能造成更多的伤害 暴力群杂流 推荐802体 或者901体的加点 尽可能造成更多的伤害 好 我们的悬舱仙子的 对战思路是什么呢 对于我们这个 三种打式输入 在PVP的玩法当中 首发慧眼悬舱仙子 显然是一种 很好的思路 如果对面有隐身 或是迁速单位 基本两只慧眼激活 就能秒掉一只 如果对面 没有首发隐身单位的话 可以选择激活物理宝宝 也能造成很高的伤害 因为很多很多的物理宝宝 都喜欢学习蛮劲的技能 同时很少有人会学习 护灵的技能 所以法术上 他的收益相对比较高 那又因为我们的这个 真兽 寒霜仙路 自带专属群法技能 所以不推荐培养单法 但是悬舱仙子就不太一样了 作为目前所有灵兽中 灵力资质的天花版 搞一只单法的话 在PVP中会非常的好事 相比于75只的 征兽引领额来说 伤害会更可观一点 就根据他的这个 变异后的资质来说 他的伤害真的 成为可观一些 而且比我的引领额 要将近高了 100的这个灵力资质 这个伤害是真的很高 所以到后期 因为作为清蕊门的话 推荐你一定要需要 培养这一只 清蕊门对电系的要求 真的太高了 前系非常之多 如果没有这个 就是比如说队友 帮你下玲珑塔的话 然后自己又没有给这个 包括引领额 没有伤到电数星 自己打技能的时候 然后那个电数星 又被对方什么 清新寡愈啊 自在逍遥或什么的 你就没办法打出 最高的伤害 这个也是蛮重要的 在我们的群杖中 也是这样的 但看对面露雪 其实不停在 清理清理清理 清除那个元素状态 真的这也是一件 很麻烦的事 好啦 以上的部分呢 就是关于我们这个 选仓限制的 大树加点的事物 希望对你有帮助 如果你的影片 对你有帮助的话 可以帮我订阅分享 按赞在下巴 并且开启小铃铛 那么下个影片再见啦